两位要冲水喝 专治心梗关心病 不收藏损失大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不管你是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还是心肌梗塞 在中医上 都是因为你心脏的血脉 气血阴阳失调 心脉瘀制所导致的 今天啊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保健的方法 能帮助你 调理心脏的这些问题 赶紧记下来 这个方法就是呢 西洋参加上当归 盐成粉末 冲水喝 西洋参呢 它可以补气养阴 清热生晶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啊 它能调节血压 抗心肌的氧化 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对心脏非常有益啊 两个合用起来 既活血化瘀 又能促进心脏的血液疏通的作用 那具体的怎么用呢 西洋参用6克 当归用3克 盐成粉 每天早晚冲水浮 但是呢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切不可以啊 你私自的去乱用药 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 以免发生危险 单身呢 配一味药 对付血管堵塞 不手软 便宜又好用 有血管堵塞的朋友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花大把大把的钱 简单 便宜的药 也好用 我是赵语浩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真的不忍心去看大家呀 为了血管堵塞的问题 血管狭窄的问题 去再花冤枉钱 疗效却不尽人意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给我 我只要看到就会帮助到你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这单身搭配的用法 希望大家点小红心转发给你需要的朋友 单身有活血去瘀 通经止痛的作用 常用于关心病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治疗 临床上一般呢 都配无使用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单身的搭配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搭配西洋参 西洋参有益气养阴的功效 血瘀的原因呢 很多 但是气不足 不能推动血运 导致了血瘀 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两者搭配 不仅能够一气活血通落 还能够养心血 可以很好地改善心脑血管的狭窄啊 堵塞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搭配山楂 山楂能够化石降灼 去瘀通落 两者配合起来呢 治疗这种气质血瘀 包括有痰宁石质造成的血管堵塞 以上这几位中药呢 它的药效度是很强的 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进行配舞搭配 才能更好地发挥药物的作用 你看你气血虚 脸色就不好 头发呢 也干枯 发黄 还容易掉 之前我也有一个患者啊 也是一小女孩 就教她一个食疗的方子 非常的简单 她吃了一阵以后呢 那天她过来 再一看小脸就红扑扑的的 脸上也有光泽了 花不了几个钱 但是特别有效 教授我也想知道这个方 特别想把这个气血 好好地调一看 那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啊 很简单 把当归和鸡蛋汤一起来煮 要记住要天天地喝 花不了几块钱 可特别有效果 用10克的当归 再加上3到别多了 三四个红枣就行 再加一个鸡蛋 把当归啊 和红枣提前的 得给它煮好了 泡好了 然后和鸡蛋一起 放在砂锅里边 加入一碗水 你为什么要提前 要提前煮当归水 因为你天天煮 很麻烦 20分钟至少半小时 每天用10克的当归吧 你准备出100克的当归 你10天里都准备住来 把它分成10份 搁冰箱里冻上 早晨起来拿出一块来 搁在锅里一化 水煮开了以后 提前准备好的 三个枣 一起搁里边煮 再加上鸡蛋 握在里边 什么叫握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煮好的 这个当归水 把这个鸡蛋 倒在这开了锅的水里边 再一煮 鸡蛋熟了 汤也熟了 连汤带鸡蛋 一起吃了 早也吃了 这就是给给女孩 熟的秘法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明白了 那我回家赶紧试试 几块钱的野菜 通血管 农村遍地都市 大家好 我是赵语浩教授 我们常说血管堵百病生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味神奇的中药 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管 这味药呢 在农村遍地都市 你可能经常见到 但是并不了解它 看完了这条视频以后 你肯定会有所收获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这味药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野蒜 它既是蔬菜 也是一味中药 中药的名字就叫 泻白 泻白的药性呢 是新温的 通过理气宽胸通阳 它通阳散结 行气导致的功效 使我们的胸壁症状 得到明显的减轻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它有扩张血管 抗心肌缺血 抗血栓形成 调节血脂 抗氧化 这些多种药理机制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 心阳虚所导致的 心脏的不舒服 比如说 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出现胸闷胸痛 这些情况 经常会配无使用它 需要医生呢 根据临床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辩证加减 针对心脏的胸憋胸闷 这一类的心血管疾病啊 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 你记住了吗 几块钱的野菜 通血管 农村 遍地都市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常说血管堵百病生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味神奇的中药 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管 这味药呢 在农村遍地都市 你可能经常见到 但是啊 并不了解它 看完了这条视频以后 你肯定会有所收获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这味药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野蒜 它既是蔬菜 也是一味中药 中药的名字就叫 泻白 泻白的药性呢 是新温的 通过 里气 宽胸 通阳 它通阳散结 行气导致的功效 使我们的胸壁症状 得到明显的减轻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它有扩张血管 抗心肌缺血 抗血栓形成 调节血脂 抗氧化 这些多种药理机制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 心阳虚所导致的 心脏的不舒服 比如说 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出现胸闷胸痛 这些情况 经常会配无使用它 需要医生呢 根据临床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辩证加减 针对心脏的胸憋胸闷 这一类的心血管疾病啊 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 你记住了吗 四位猛药 清理血管 花小钱治大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四位中药 血管堵塞的朋友 值得一试 最后一位 你可能没听过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第一个呢 就是红花 红花呢 性质是温 有活血通经 趋于止痛的作用 红花对于神经系统 心脑血管系统 免疫系统 都有一定的好处 它可以增加 灌重动脉的血流量 有抗凝的作用 能够溶解局部的血栓 第二个药呢 就是单身 单身性质微寒 它可以活血 趋于除烦安神 消肿止痛 现代医学表明了 单身具有着 抑制凝血 血小板凝聚啊 减少了血栓的形成 对调节免疫 改善温循环 都有很好的作用 第三位呢 就是川胸 川胸呢 性味是心温的 它是走耳不守 它上行能达到头顶 下呢 能达血海 外侧皮毛 旁通四肢 是血中之气药 它可以活血行气 去风止痛 对头痛的病症 效果特别的好 第四位药呢 就是细心 性质是温 它具有活血通落 止疼 去风散寒的功效 现代研究表明啊 细心 它不仅有舒畅脑血管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它也可以提高 心脑的供血 是不可多得的中风良药 但是啊 细心有毒 细心不过前 一前等约三克 所以我们在临床 用量的时候呢 是非常 谨小慎微的去用它 我没有告诉大家 具体的剂量和用法 原因也是防止我们有些药物对身体的损害 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 一人一方 千人千方 对症下药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你也想知道具体的怎么用的话 不妨和我来说说你的情况 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 给你一些好的建议